我們做完第一首《揮梳》之後 其實我和花姐和書道版 其實找第二首歌是 我們找了很多demo 因為我們聽了很多首 很多首都不太喜歡 我和花姐 我們聽到終於這一首了 這首歌 我和花姐都很喜歡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這首歌 還有上一首歌 找了Wireman寫好 希望他可以繼續寫這首歌 而他又肯 所以非常感恩 MV 的故事 其實我是一個精神病人 其實我自己幻想了很多 很美好的愛情的經歷 但其實全部都是幻想出來的 因為到最終其實他沒有出現過 其實他也是在說一隻兵 當你做一隻兵的時候 你可能會無私地奉獻給你喜歡的人 但其實你喜歡的人 他身邊已經有一個他喜歡的人 但你永遠 就只能做的後備 正表達到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幻想出來 以為是很美好 或者我們以為 曾經出現的時候很好 或者是很適合 但是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個人的虛構出來 女主角都是我自己邀請他回來的 和紅仔頭做了他的show 我看到他的表現 或者他的樣子 我覺得是適合做MV 因為我覺得是 就是MV上 我上次找了Heidi 這次我想去找一些新的面子 就是我想覺得 會不會可以做到一種新的感覺呢 這樣 我想讓人看到 就算是MV 歌方面 或者我自己唱功方面 都想用一些全新的 因為我其實沒試過做這些Kiss戲 就是我做過 就是他剛剛沒有Kiss 是扮Kiss 不過這麼近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我在電視界Kiss戲 就是奉獻給阿Dee 我最厲害就是跟男人Kiss 跟異性是沒試過的 所以在鏡頭上 這麼多人之下 有一點點害怕 拘謹